国内外近期都有禽流感导致鸡肉供货可能会出现短缺的情形 像是这货架上其他都是满满的好几箱 就只有这个五股鸡腿排只有一箱 缺带危机都还没解决 现在连鸡肉恐怕都要吃不到 虽然台湾人大多都吃本土鸡 但从美国进口鸡肉占比高达九成 只是近期美国禽流感疫情严重 不少养鸡的地方都成了疫区 台湾区冷冻食品工业同业工会14号就发函给农卫会 表示因为国内外都有积温 近期肌肉供给可能会出现短缺 希望政府严拟相关措施 虽然现在货架上供货都还算稳定 但民众对于肌肉涨价已经有感 有听说都贵了 对对不管是生的或是熟的 积温的关系吧 以前正常大概一百七百八 它都涨差不多一斤涨十块钱或十五块 过年前就涨了 进口肌肉大多是鸡腿鸡翅价格也比较便宜 以白肌肉价来看 去年进口每公斤27.2元 今年一公斤就要28.1 市场明明已经有涨价缺货丰盛 冷冻食品工会也只是提出问题 希望能超前部署 却被农委会质疑带风向 主委陈其中发文指出 明明公文有两张却只引用其中一张 表示有特定人士引用公文 说接下来会吃不到肌肉以及市场失控 要严正澄清 还强调这是为了要制造市场恐慌 渐渐要求放宽对外国肌肉的 禽流感疫区认定标准 但农委会绝不允许为了进口肌肉 增加我国的防疫风险 农委会强调进口肌肉 就算因为禽流感和塞港问题 货量减少 但短时间内还能用本土机来补足 也强调不会让肌肉价格飙涨 以免再引爆明月 TVBS新闻张明如林立特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